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马可福音 他的背景,他的写作 对象、特色、作者以及他的重点 在第二世纪的初期 已经有教会指出 马可福音的作者是称为马可 而小亚西亚的希腊波利的监督帕皮厄斯 他有这样一番话常常被引用 马可成为彼得的翻译者 他把彼得对基督的言行的记忆 统统地记录下来 虽然并不是顺着次序 却是准确的 相隔数十年以后 李昂主教艾伦纽 他也提及 马可与彼得之间的关系 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书里面 马可福音找到证据 马可福音是倾向于注重彼得的言行 我们可以参看八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 九章四到七节 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六十六到七十二节 这并不是说 马可不是这本书的作者 或者说 有人认为马可是彼得的代言人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彼得 他自己撰写这本书 那这本书一定是以彼得的名字流传下来 爱人柳指出来 马可是在彼得去世以后 在罗马写下 这本福音书 马可福音 如果这是属实的话 那么马可福音这本书 他应该是写于公元六十五到七十年之间的作品 而我们使徒彼得 他是在公元六十四到六十五年之间就已经殉道了 而传统的结晶学家相信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到三十七节 是预言耶路撒冷城被毁 被毁的那年是公元七十年 马可福音 他可能是最早出现的福音书 可是马可福音 并不是像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样 在教会中被广泛引用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大有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资料写成 马可福音的作者呢 我们知道是马可 马可就是使徒行抓十二章二十五节里头提到的约翰马可 虽然他可能不算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他的家庭却跟初代教会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马可的家境相当富裕 他住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 他母亲叫玛利亚 在使徒行抓十二章十二节里面称那个玛利亚 那里面说 而且根据圣经的资料 我们知道 在五旬节期间 称为玛利亚是马可的妈妈 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呢 是公集使徒聚会的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 马可的家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最起初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那么早期的教父呢 说 这个房子呢 就是耶稣和门徒享用最后晚餐的地方 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二节 马可他的名字也叫约翰 是亚兰文 是很常用的犹太人的名字 这应该是他的真名 可是马可 他是拉丁字 是很普遍的一个罗马人的名字 我们当时候看到很多犹太人都有两个名字 马可的表兄叫巴拿巴 《哥罗西书四章十节》里面 巴拿巴也是初代教会领袖之一 也是保罗的同伴 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中 马可是曾经跟他们俩同行 但是呢 因为他当时的立场非常保守 所以出发以后不久呢 就离开这个传教的团队 回到耶路撒冷 在彼得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里面可以参考到 那么在后期的时候 马可有一段时间是跟随使徒彼得 天使就彼得脱离监禁的时候 彼得直接就到了约翰马可的母亲马利亚家里 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 彼得在前面的书里头有提到 说他的儿子马可与他同在 这里肯定是指属灵的儿子 同在巴比伦 这里的巴比伦 其实是当时罗马的一个代称 这个可以查找 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 那么马可福音 他写作的对象和特色是什么呢 马可福音的特点 其实他是为罗马的外邦信徒写的 马可非常细致地解释了犹太人的分俗 马可福音七章三到四节 十四章十二节 十五章四十二节 并且他将亚南语的表达 转成了希腊语翻译 三章十七节 五章四十一节 七章十一 三十四节 十五章二十二节 三十四节 而且他用的 不少的拉丁术语和良直 这是在五章九节 六章二十七 四十八节 十二章十五 四十二节 十三章三十五节 十五章十六 三十九节 并且他还记录了十字架前 一个罗马军官的信仰陈述 这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 是罗马军官的哦 马可 他似乎是要给罗马的信徒写一本 耶稣基督生平的概述 所以他借着简要的去叙述 耶稣基督生平的事迹 像我们再次先看见 或者再现出耶稣作为救世主的形象 为教会提供一个基督徒生活释放的一种动态的模式 在马可福音整个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基督不断的从一个地方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呢 又借着神迹奇事来强化主的教训 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延续 大多数是用比喻的形式 但是马可似乎是更注重耶稣的行动 马可他当然也是希望 借着鼓励一些受到外界强烈反对的信徒 所以他写福音书的时候 时代背景呢 我们要查考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 罗马的基督徒 大受当时罗马皇帝尼怒的逼迫 许多基督徒遭到迫害 有的甚至为信仰被杀 马可福音应该是为了要鼓励 这样的一个群体的罗马信徒而写的 所以我们在书里头看到 耶稣面对持续不断的反对 他毅然决然的决定完成 自己上十字架的使命 而所经受了许多痛苦 羞辱 最终他完成了救赎这个功 马可福音最后一个部分是 耶稣复活的故事 但是故事的结尾 却是没有确定 根据最可靠的操本 故事的结尾是父女们 非常恐惧 藏经离开空坟墓 没有将情况告诉任何人 这是十六在一到八节 马可的原文 原最先的一个原文 他就是在这里结束了 也有学家说 学者说 这是刻意的部署 是他修持的手法 当然也有的学者说 可能是写了以后不久丢失了 所以感觉是 故事的结尾突然被掐断了 而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里 马可福音的结尾是十六章九到二十节 这是后来教会为了使整个作品有完整的结束加上去的 因此呢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在整体的信息方面呢 他一开始 开中明义指出 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是 要大家知道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 这里的意思呢 是讲 要谈论 介绍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他所传的福音 马可说 我是如此开始记述的 所以整卷 马可福音 他重点都在介绍 耶稣基督作为神职的身份 虽然上帝的儿子 在马可福音里头只出现八次 而多次出现都带出了宣告 宣认性的这种含义 这个名称表明 耶稣基督与上帝 有独特的关系 是上帝独生的儿子 他有着上帝的能力和权柄 这个宣认呢 不单单是来自上帝 也是作者个人的见证 甚至外邦人罗马军官 他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 他自己呢 也不是自己原来预定的 他是不欺然的 就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 见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 说是上帝的儿子 在这本书的开头 我们看到 作者介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在一章一节 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你是我的爱子 这是一章十一节 也就是我们的天父 他亲自的称 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 然后在天上有声音称 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爱子 在上上改变形象的时候 变形象变形象的时候 也是灵里的声音 说这是我的爱子 九章七节 最末尾 罗马军官宣认 这真是 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十五章三十九节 与上帝儿子 这个称谓很相似的是人子 人子这个称谓特别的地方是 他主要出现在 四卷福音书里面 而且只是主耶稣用来自称的名号 自己称自己 二章十节 十章三十章节 十四章四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反映出 福音书作者刻意保留的 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自称的 这个称谓 换句话说 这个称谓是耶稣基督 所用的字眼 他以这个名号自称 这里是借用 旧约圣经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 里面说 人子从天降下的这个意象 并且还结合了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受苦仆人的形象 主耶稣在世界上 做了全人类的人的典范 他并没有 以军事家 革命家 王 很显赫的那种身份 人们可以看到的 来到世上 为世人的最丁实价复活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是彻底的 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在这里 并且他甘愿为人类受死 受苦致死 去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 因为这个缘故呢 耶稣经常阻止别人揭露 或者阻止别人说 他是上帝儿子的这个身份 在起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章三十四节 三章十二节 被赶走鬼魔 称他 被医治的人 一章四十四节 五章四十三节 七章三十六节 八章二十六节 或者是那些 确认耶稣身份的门徒 八章三十节 九章九节 但是因着当时 人们对 米赛亚错误的期望 所以耶稣基督要避免 避免别人 避免人们 人们误会了他来的目的 因为他来的目的 不是要拯救犹太人 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但是耶稣基督 他要人们确定的知道 他来的目的 是要救赎世人 脱离罪的捆索 撒旦的统治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向人们 示范了一条 谦卑受苦顺服的路 他要跟从的人们 是以生命来跟随主 学习主的样式 关于这个新的 米赛亚身份的揭露呢 是发生在 凯撒利亚 菲利比事件 这个是马可福音的高潮 彼得起先是非常恭敬地称 耶稣基督 耶稣为基督 但是当耶稣向彼得解释 说自己作为米赛亚 要经历的事情就是 人子必须遭受取多苦难 被弃绝 被杀害的时候 彼得因为对耶稣基督 提出了意 意义 就不同的意见 甚至呢 彼得被斥责为撒旦 这是在八章22到33节 因此 谦卑受苦仆人的 这个神的儿子的 在马太 马可福音里面 是 我们坐着马可 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 跟随主的人 需要学习的生命 而这也是福音的起头 谦卑 顺服 跟随主 那这本书的大竿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章的一节到十三节 是施洗约翰 以及耶稣基督 受洗 受试他 一章的十四节到十章五十二节 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日子 那么在这个 加利利传道的日子里头呢 一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 是耶稣在加利利和附近的地方工作 第十章是耶稣在犹太地的地方工作 和上耶路撒冷的旅程 十一章到十六章是耶稣走向十字架的传道的日子 其中呢 具体的有 十一到十三章 耶稣在耶路撒冷工作和他往伯塔尼的之旅 十四章到十五章是耶稣受审与受死 第十六章 就是主耶稣复活 我们感谢主 耶稣基督本身 他自己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教导跟医治的权柄 都是来自神的 因此我们看到 他一生是听神旨意 为神的儿子 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他是始也是终 他从亘古到永远 他都在 他为了救我们 他自愿降悲 为我们死在神架上 三天后复活 在五旬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身上高天 赐下圣灵给我们 因此 我们学习的时候 由主圣灵同在 换句话就是 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圣父圣子圣灵 从未离开我们 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学习主谦卑的样式 学习主顺服的样式 这样 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在主面前 得胜 得奖赏 得冠冕 谢谢主 谢谢主 谢谢主赐下他的话语 赐下马可福音 愿主 所有的教导 成为我们 脚前的光 路上的灯 感谢赞美主 奉主名 祈求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